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雌雄难辨,TVB艺人掀起变脸巢,左姓马国民并无壮样女友汤洛文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本文编辑剧透社,Listick,会经授权严禁转载,发现抄写者将进行全网投诉,既您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美服,美颜功能出现,拍照也可以变得更加有趣, 越来越多元化,去年的风靡一时的童年照,可谓刷遍了,TVB艺人的社交媒体,一群在萤幕上漂亮,帅气的女性男星们,纷纷体验了一把梦回童年的感觉,近日,网络上又掀起了一股变脸的美服玩法,不少,TVB艺人也都纷纷开始尝试男变女,与变男,从他们分享在,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可以看到,其中许多男星变成了女性之后, 似乎比现在还更有魅力,下面,小编就为大家盘点几位变脸之后,比较有特点的TVB艺人,看看谁的最让你惊艳呢 第一位,张震朗,立鹏小声张震朗可以说这几天非常沉迷于变脸,翻看他的社交媒体就会发现,他已经连续几日都晒出了他的变脸照,可谓相当努力了,变身女装后的张震朗,没有一丁点违和感,反而多了一丝丝的妩媚,圈中不少好友都纷纷留言张震朗太美,像安颖轩加荣主儿的结合版, 而绯闻内容胡定心更是留言询问,他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,相当搞笑,第二位,林圣斌包裹,在荧幕上一项都嘻嘻哈哈的包,似乎永远都是观众和同事心中的开心果,而每次有什么新奇,好玩的东西,林圣斌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尝试,对于此次的变脸新玩法,林圣斌当然也不会错过, 从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,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爱眼睛,更是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变身女装的他,竟然和他的妻子有一点神似,可以说让他哭笑不得,第三位,高海宁,由于高海宁最近正在忙于拍摄新剧《七公主》,在剧中饰演一名性格洒脱,潇洒的女司机,所以高海宁为了配合新剧,特意剪得一个超级短的头发,而变脸后的高海宁, 似乎和现在的照片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,仅仅是五官变得更加的立体了,第四位,梁朝凯,平时在荧幕上一向冷酷,帅气的梁朝凯在年初的《法正先锋》自终挑战低智商的角色,演技大爆发相信给观众,都留下了深刻印象,此次尝试变脸后的梁朝凯,从整个五官上变得了秀气不少,加上没有了胡子,梁朝凯整个人看起来也更加的清秀, 因此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,变脸后的梁朝凯和陈法拉,其实有一点点重量 第五位,刘佩月,在降魔的2.0,有出色表现的刘佩月,相信在剧中他饰演的皮皮最后离开之际,赚着了不少观众的眼泪 同样在好友张震的,林圣斌的影响下,刘佩月也玩起了变脸美图,可以看到刘佩月变成了男生之后,五官长相还是非常清秀的 第六位,马国明 马国明自从和汤洛文热爱之后,就爱得非常高调,时不时的在社交媒体上秀恩爱,惹得不少网友催婚 至于马国明的变脸照,相信应该不是他本人踢出来的,应该是有他的粉丝或者热心网友发布在网上的 小编只想说,还好变脸后的马国明同友汤洛文,没有一点点的神似 看了以上几位TVB艺人的变脸照之后,似乎是不是有一点雌雄难辨的感觉呢 不知大家觉得谁变脸之后最美、最帅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 警号TVB警号警八怪首色警警马国明汤洛文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或迷入